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石层楼的张树公寓,开始哦! 石层楼的张树公寓,住立在一片大草原上 草原上阳光温暖,清风震震 张树公寓的管理员阿妍非常喜欢这里 他就住在公寓的地下室 张树公寓一楼住着一位年轻的狐狸音乐家 虽然他的个性不太亲切 可是每天早晚都能听到他的小提琴的声音 二楼和三楼各住了一位护士 他们两个是很好的好朋友 四楼的房客是一位猴子木匠 谁家的窗户坏了还是门卡住了 他都可以来帮忙 修理 五楼和六楼是生属夫妻开的餐厅 叫做胡桃屋餐厅 餐厅外面还有一座露天的阳台 七楼和八楼还空着没有房客 岩鼠阿岩 抬头看着树上说 空空的房子 好 感觉好寂寞哦 正希望很快就有房客可以搬进来 九楼的猫头一和十楼的飞鼠 从分钟以前就住在这里了 晚上他们呼呼的咳嗽声或是外出池穿梭 树叶的沙沙声应该不会吵醒其他的房客 这天有一只松鸭来到庄属公寓 我想要看看新的房子 松鸭说管理员阿岩说欢迎欢迎请进 他带着松鸭进去看看房子 八楼的房子有点小呢 那就选七楼吧 那就选七楼吧 可是楼上好像比较安静 嗯 我看还是选大一个拿好了 那就决定七楼咯 好的 麻烦你了 松鸭搬进来的那一天 鼠阿岩和猴子木匠都来帮忙 有些人真开心 不过你家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松鸭搬进来没多久 就把松鸭太太也要取进门了 这边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真开心 鼠阿岩和大家在庭院 办了一场欢迎茶会 不久松鸭生下了四颗蛋 可爱的宝宝就要出生了 实在太高兴了 大家只拿着花来恭喜松鸭夫妇 一场大雨过后 第二天一条蛇来到张树公寓 八楼还没住人 对不对 蛇笑嘻嘻的说 听说住在八楼的 坐在七楼的松鸭 刚刚生了一颗蛋 糟糕 这条蛇看到那些蛋了 清醒一下 鼠阿岩在松鼠厨师的耳边 说几句悄悄话 接着松鼠厨师提了两套 这条蛇有什么事情 会不会有什么事 对不对 这条蛇有什么事